大家好 我这颗兰花在五天之前给他做了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就是把它放到太阳下 曝晒了五天 那么为什么要 给我这颗兰花晒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 一个星期之前有一位花友 给我看了他的兰花的状态 我看了一下是被太阳 晒伤的 他不相信 那么我就拿我这颗木兰 做一个测试 看一下 是不是跟这位花友的 木兰的叶片 是不是同样一个效果 大家想看 经过长时间晒之后 木兰的叶片 放黄 那么像这种状态 其实不是病害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 需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慢慢的恢复 叶片肥厚脆粒呢 首先我的做法呢 就是 用上这种HB101活力素 因为这种HB101活力素 它可以激活 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 提高它的 抗性 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我们按照 1-3000的比例 对水 然后呢 5天给它喷洒一次 像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可以喷多一点 5天一次 如果说正常养护的兰花 我们只需要7天或者10天 给它喷一次 就可以了 按照1-3000的比例 不需要多 然后第二步呢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它搬到 阴凉通风的地方来养护 不要给它阳光直射 但是散色光一定要充足 比如说放在修营底下 或者是 通过太阳网来遮印 来养护 然后每天 都给它喷喷水 用水壶 每天给它喷撒一次 保证湿度 同时呢 浇水 要保护看透脚透 施肥的话呢 就暂时不要给它施肥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 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到 兰花 太阳晒多了 是怎么效果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又该有把它养好 所以也希望能 帮助到大家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